台南龙山寺起见慈悲三昧水灿法会 希望能够帮助大众增长山根 许多历史悠久的庙宇 在历经时空背景的更迭 常常会转型为文化单位所列管的古迹 而不再做佛事 但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龙山寺 台南市龙山寺住持、慧宽法师 却持续在这里做了二十多年的水灿法会 水灿是第二礼拜做 还是都做整月 做山坡最后 做一个甘露丝室 还有葡萄中生 请他们吃饭 在高兴的信徒 做水灿做后 像说他要去驾村 就没有去驾村 他爸爸妈妈就来自己做 做一项水灿 做了一项水灿 人们就不用去驾村 而起来做来地的这项水灿 那就是他做水灿 做了有效果 不然他就在高兴 一直走走来跟我们家做 那就不需要 但是他就是感觉有效 所以他就是感觉有效 所以他做水灿的功能 他我感觉是生气很好 台南市龙山寺 从清朝时期引寝 泉州龙山寺的香火后 香火便不曾中断 目前除了7月和9月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皆会起见 慈悲三昧水灿法会 让信众从参与殊胜的法会中 增长善根 共臣佛岛 法界新闻 蔡孟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